诸车发球 一个是旋转落点变化 造成对方失误 一个就是 世界锦标赛中 没有拿到冠军 因为那个时候 他应该打施拉格 过了那么多关 应该施拉格这关才能过 最后 让马龙不能够稳稳地站在那 对 干扰一下马龙 让他慌慌张张的 如果要稳稳地站在那的话 被退出去之后情况下可以 今天只有20岁 机会 反拉 上来搓的下还是有一点 像挺转的一个形 漂亮 这车上来再冲出去 得中后退不出去 而弧线主要是靠摩擦 通过摩擦产生弧线 这样准弧线 说他是给乒乓球增体 正因为有了这个一攻一削 这种攻防的变化 好的 不太容易看得清楚 是转还是不转 就是过去呢 就是拉起来以后掉进网 所以你由于拉 但是他的隐蔽性也非常强 9比8 看双方的第三局 抢弓的环节上 他其实就是个攻球 很凶 把旋转看清楚的时候可以再冲 反拉了 第五板 反拉 漂亮 怎么样 你想一想这个结果 其实他怎么样不良 对 顶多你就是反拉一板 反拉一板 我不把它拉死就不行 是吧 就吃住了 短的 好的 再来一板 短的 哦 猪猪鹤这两板短球够的削的 马龙自己他有准备 没问题 你看猪猪鹤他这变化 他一看不行 好的 必须要严密一点 你看球来了 对 他有时搓的 不是像威胁这么大 马龙发球 拉起来 第二板掉一板 中路削的很好 反拉 猪猪鹤再削一板 这次呢 这个一上来就输了 但是 所以韩国队还是我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团 漂亮 根据你的旋转 你越力量大 他日本公开赛争夺前四名的一场比赛 是马龙对猪猪鹤 轻掉 好的 马龙现在打的比较耐心 有重有轻 猪猪鹤越削越稳 球打的太漂亮 中路 所以马龙必须要耐心 千万不能着急 这个不转的有时候还是还是这个准备的不是特别充分 嗯 你看他一般出不来这个不转球拿它当公球去去那样去想是吧 对 中路 拿正手 拿斜线 长椒 但钓住它反手长椒认为主 对 漂亮 阿龙拉中又反拉 第四次反拉 不显着弱 反拉的能力也非常的强 三比五 拉不上 第一个拉不上 第二个拉不上 第三个 就还是发力 这个要在后边要想它避免 又来了 有轻重结合的话 到 中路 过度一般 有时候胆子一大了以后 他有时候心不那么细的时候 就容易失误了 怎么马上能够 不叫这个劲儿 而是立刻想办法改变 从零开始 还是认真去打 8比9 一半 第五局 现在诸之客是3比1暂时领先 转弓 所以这个里头呢就是 对 对攻凶容易越打越虚 这个脚比逼的 对攻凶 分开 对攻凶 同时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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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路 短的 拔高抛球 拉起来 再拉起来 出车发球 反拉 漂亮 再来 好的 机会 太好了 拉中路 拉正手 拉中路 拉反手 在五局比赛中 朱日赫是3比2 暂时领先 现在进行第六局 对 他在旋转速 估计不足 有些时候 就失误 失误多一点 这也正常 他在旋转速 扫 那 他在旋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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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旋转速 他在旋转速 跟他有什么 这 他在旋转速 你 对我 它的运用也非常好 开始 中式合法球 马龙拉起来 马龙拉起来 撤 撤 撤 好的 1比6 所以说他现在有二车又轻重结合再加上冲 这就好多了 对不像前面一位的光着急冲 这个冲的力量已经不像前方向有这么大 拉中 拿正说 这样11比9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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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